刘备一辈子打了十八场仗 为什么一次都不敢带诸葛亮 他在怕什么 刘备为什么不带诸葛亮上战场呢 我们都知道 刘备在新野时 也就是在曹操决定灭掉刘备之前 刘备便请出了诸葛亮 而且还当着关于张飞的面 说了这样一句话 故之有孔明 由于之有水也 元朱君勿复言 与飞乃止 这是刘备当着关张说的话 意思就是孔明是人才 你们二人不可再刁难于他 有了诸葛亮加入团队 刘备的事业果然得到了质余量的提升 在孔明加入之后 经历的第一场战争就是伯望坡之战 当时曹操为了报昔日 刘备被辛其一之仇 下令让夏侯敦带兵灭了刘备 以绝后患 在这个关键时刻 刘备也并没有让诸葛亮出马退敌 更没有让诸葛亮上战场 《三国志》仙主传记载 《九之》仙主射伏兵 一旦自烧团尾盾 敦等追之 为伏兵所迫 或许朋友们在演义里面看到 是诸葛亮调遣关羽 张飞 赵云等去退敌 但实际历史之上 却是刘备亲自前往伯望坡 而且之后采用了伏兵之计 打退了夏侯敦等将 伯望坡之战的胜利 让曹操不再小看刘备 于是曹操亲自带着大军 准备南下攻取刘备的心眼 同时 一并收拾孙权 好早日完成一统天下的伟业 住进同窃台之中 想想轻浮 他刘备呢 也就是他曹操最看得起的大敌了 孙权 虽然说是国父 民多 但是他与刘备 还是没有办法相比的 于是 曹操首先就把刀刃对准了刘备 曹操带领大军 打败了刘备 此时刘备只有找帮手 一句曹操 要不然他自己就只能逃 就这样 刘备带着 诸葛亮 还有百姓 一路逃奔 曹操 哪里想让刘备逃出生天哪 老曹在背后带兵穷追猛打 加他的虎豹旗都用上了 为的就是将刘备一举拿下 除掉他生平最难对付的一个敌人 这个时候 其实诸葛亮也在刘备营中 此时诸葛亮面对曹操的猛攻 他提出了 占据荆州一句曹操 但是刘备已得 仁义拒绝了诸葛亮的建议 怎么办呢 不可能就这样做等曹操包了饺子 于是诸葛亮提出 让关羽率先突围 去找刘齐 并且带上战船前来接应 最后刘备 诸葛亮 张飞一行人才有机会进驻江夏 其实 在这场仗之中 更多的是刘备在挨打 而且基本上没有还手之力 而诸葛亮更是尴尬 除了提了两个建议之外 似乎并无其他的战略 在精密长板坡之战过后 刘备再次上战场 就是在赤壁之战 赤壁之战其实是刘备 能够翻身的最重要一战 在这场战争之中 诸葛亮起到作用 就是实现了昔日 在龙中提出的龙中队 战略游说了孙权 让孙权同意与刘备一起打曹操 在完成这个任务之后 诸葛亮也就是做了战后的事情 截曹操之路 夺取荆州数据 其实 诸葛亮当时所作之时 与刘备成天喊着 仁义道德的口号相比起来 是有些出入的 至少在赤壁之战时 是别人东吴处的钱多 兵多 将多 而他刘备却趁着东吴美反应过来 就带着兵马占据了荆州数据 这些做法显然是有些说不过去的 把当时的周瑜都弄得非常尴尬 派兵打刘备也不是 不打又不心肝 关 赤壁之战的胜利 诸葛亮除了当了说客之外 似乎并没有其他成就 火功之计 乃是东吴大将黄盖所提 而并非演义之中诸葛亮所提 三国志无书是记载 盖子茂演义 善于养众 随周瑜聚曹公于赤壁 建策火功 于在于传 从史料的记载之中就足以证明 当时赤壁之战联军所采取的火功之计 绝非出自于诸葛亮之谋 而是黄盖的战略 勃望坡之战 当阳之战 赤壁之战 皆非诸葛亮之主谋 那么接下来 刘备又经历了哪些战争呢 刘备又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没有带上诸葛亮呢 其实在赤壁之战过后 刘备便迅速派关羽 张飞 赵云 迅速拿下了荆州四郡 包括了 武陵 长沙 贵阳 玲玲 打下这四个郡 刘备同样没有用诸葛亮 好到为什么不是 刘备在担心什么 南征四郡过后 刘备又经历了人生之中转折的一战 那便是浮城之战 这次战争 是刘备入川之时的最初想法 同时也是能够得到一周的第一战 但是可惜的是 刘备此次出征 又没有让诸葛亮上战场 而是把诸葛亮安排在了荆州 搞起了后勤事务 刘备当时带了谁呢 相信这个已经不是一个谜语 刘备当时带的军师正是庞统 为了取得最大的战国 刘备他没有马虎 刘备当时采取庞统所提的第二条妙计 又斩刘备大将杨怀高佩 当时刘备的理由就是他们二人 无礼其实 想斩人什么时候都可以 刘备只是找了一个最不虚伪的借口而已 在斩了杨怀高佩之后 刘备采用庞统所提建议 利用杨怀高佩二人手下将军 让他们带路 成功地进入了浮城 后来刘备还在浮城之中 赏了看武 大印手下重将士 玄德各家重赏碎集分兵前后手把 次日劳军设宴于宫廷 这场战争对于刘备来说 就是进入鼠中的敲门砖 一旦打败 刘备将退无所拒 只能等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此次战争也是刘备生命之中最重要的几场战争之一 在浮城打了胜仗之后 刘备军师庞统不小心在洛城附近被敌人射中 一时间军事毕命 刘备尚且没有乱了阵脚 而是稳定了局面 拆人向荆州的诸葛亮报信 另一方面 刘备带着军队 在洛城打了一年多 终于打败了 张润 刘夕 李延等 先主进军为洛 使张子寻守成 被攻且一年 在这一年之中 刘备是充当了主帅的 而诸葛亮亦是在庞同四后 才授命前来支援 在打下洛城之后 刘备收响了马超 在马超的身微之下 刘备便直接认了怂 交出了成都 赤比之战 入川之战 这两场相对意义重大的战争 刘备都没有带诸葛亮上战场 接下来的战争 对于刘备来说 意义非常 那便是汉中之战 虽然得到了成都 但是汉中依然在曹操之首 汉中这块土地 就像卡在益州的喉咙一样 如果长时间在曹操之首 那么成都随时会遇到危险 刘备也意识到了汉中的重要性 于是刘备这次带着法政上了战场 曹操可不是一个好对付的人 他的实力远在刘备之上 无论是军资 还是兵力 义或是大将 都在刘备之上 起出刘备失利 法政为刘备夺剑 先主云 孝直必见 正曰 宁公亲当史实 况小人呼 法政用身体为刘备保驾 刘备才愿意暂时退去 后来 法政采用其谋 先用激将法然起黄中之勇 再借助帝氏 一举在定军山斩杀了曹操方面的主将夏侯渊 自此 刘备已然占据上风 后来曹操虽然赶到 但是最终还是无功而返 汉中也经落刘备之手 在经历汉中之战过后 刘备再次经历的战事 也是他这一辈子的最后一场战争 照理来说 此时 法政 黄统 皆已经去世 刘备要带也只能带诸葛亮上战场了 但是让世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刘备他这次出征东吴 竟然也没有带上诸葛亮 当时 刘备因为关羽被东吴所杀 发誓要为关羽报仇 但是 诸葛亮 赵云等人却认为国贼仍然是曹魏 而非孙权 只要搞定了曹魏 那么孙权就直接耸了 除了这个原因之外 刘备还有什么原因 不带孔明上战场呢 要知道 当时刘备带了马良上战场 而且他所做的工作 也和之前诸葛亮在赤壁之战前做的工作差不多 联合蛮夷 统管战略等 为刘备掠阵 保证战争持续 有效地对敌人造成打击与伤害 遗灵之战 虽然刘备军起初战了先机 但是后来却败在了战略与布阵之上 长驱递进 加之刘备把军队都放在了难以施展的山坡之上 最终被东吴陆续有机可趁 给蜀军来了一把大火 刘备是败得非常狼狈 好在身边还有 廖化 陈道 芙蓉等誓死护卫的武将 刘备才得以逃至白帝城 后来 没过多久刘备也就带着遗憾去世了 县官刘备一生 一共打了18场仗 前期有 游州之战 青州之战 徐州之战 淮阴之战 逆阳寒之战等十场大小仗 后来 诸葛亮进入了团队之后 在经历了 汝川 福城 南三郡 汉中 宜陵等八场仗 一共算下来 刘备一辈子是打了差不多18场仗 但是细心的朋友就会发现 虽然后面诸葛亮加入了团队 但是刘备同样一次也没让诸葛亮上战场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原因非常简单 其实早在彭统加入刘备集团时 彭统就提出 荆州四面受敌乃是四战之地 不宜长寿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 彭统的军事才能是在诸葛亮之上的 而法正就更不用多说 就犹如曹魏 独是贾许 刘业 杨洪等人所言 诸葛亮之山之国 而为之相 这一点连身在他国的朋友都能看出来 何况是他刘备 刘备正是因为知道诸葛亮的短处 才一直不让诸葛亮上战场 最多让他在背后 动动脑子 想想退敌的办法 仅此而已 朋友们觉得诸葛亮的军事才能怎么样呢 感谢观看